2022年9月14号 我在我们家路口 完了之后 今天是 烧点纸钱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给我身边的朋友烧过纸钱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去世的 蓬蓬是第一个 所以今天是他的头七 我要烧个纸钱 现在买打火机 我也不太懂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这么烧 听老人讲 要在地上画个圈 要在地上画一个特别大的圆 特别大的圆 这边有一个口 这边有一个口 我就意思这么画吧 这个口呢 就是给他指明回家的路 很多哥们说 东哥你不必连这个你都要发油管 你干嘛呀 信任我都就不必多说了吧 什么蹭这流量那几个的 没有 就是因为 在国内我所有平台都发不了我东西 发不出去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想保留着 我一直蹲着 我蹲着 我自己想保留着 但是 我怕有一天 他们连我 保留的东西 可能都要拿走 或者都要怎么着了 我怕 我不是说会这样 我害怕 所以 我想发到油管上 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去澳东做过的事 能发的我都想发 我办错了事 我发 我办对了 我也发 我先烧点吧 一边烧 一边说 我跟朋友 我们是15年 他通过朋友认识我 他是一个健身房的健身教练 特别喜欢打拳 说在打拳上啊 想出点成绩 他说他也不想职业选手 就业余 但是他想完成点人生的目标 我说 你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说他没什么事 他是一个健身房的教练 是一个 西边健身房的教练 在北京的西边 完了还挺牛逼 完了全身大纹身 个步高 全身大纹身 我说行我能教你 他说 但是他胳膊啊 动了个手术 有一个瘤子 我根本就没在意 我说你拿瘤子算什么呀 动了个手术 稍等我先点点吧 完了之后我就没在意 就开始跟他上课 从15年我们俩认识 就开始上课 每周带他两次吧 每周带他两次 看录着呢 录着呢 好了 先开始他打得跟屎似的 我慢慢带他 从基础的开始 但是他是健身教练 所以他的宿主力量 反应比别人要好 我特意找风少点的地方 基本上不让他吹走 我也不懂怎么烧 烧错了 大家也别骂我 我真不懂 但是我就想表示点心情 这是我去世的一个哥们 带我带他参加了 16年的全城出击的比赛 他拿到了北京的 北京的15年 16年有大家参加 他拿了一个亚军 17年呢 他拿了一个冠军 17年拿了一个冠军 特别高兴 好了 他是一个穆斯林 事儿逼着呢 吃饭什么的 我疼了 坐地下太累了 吃饭就得吃清真的 没有清真的不行 我也爱吃 所以我们老练完了 约着去吃清真的馆子去 18年的全城出击的比赛 全城出击的比赛 在承德 冠军是很牛逼的奖励 他没拿到冠军 完了之后 拿了一个亚军 我们就这么着一时 一直一块练 到了18年慢慢往后的时候 他又喜欢上了摔跤 就喜欢上了摔跤 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练摔跤 摔跤加拳 我说过 你练好拳和摔 走遍天下都不大 都不怕 他又气我这个话 就开始练摔 他把小英呢 列为偶像 我一直喜欢康纳 他就特别喜欢小英 当康纳跟小英比赛的时候 小英赢了 他就高兴的手舞足蹈 那最近那会儿上课 他都是 就特别的气势高啊 他说你输了吧 东哥 你喜欢的康纳 完了之后呢 我们俩打实战的时候 我就揍他一顿 揍完他一顿 他还是坐在地上高兴兴的说 我爱揍了 也一样高兴 东哥喜欢的嘴炮完蛋了 又跟他有练衰 又练了很久 后来 这他妈的草壁的疫情又开始了 他的单位 都已经隔离了 也不让去 他又彻底没什么事干 天下在家待着 也很无奈 能出去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找我去练 但是因为疫情 完了 我也很少跑到了西边去 后来这就是2020年了 我们2020年还见过一面之后 2021年几乎就没什么见面 听说他在摔跤训练的时候 在哪个体下 我跟那帮专业队员训练 后来还赢了人家 赢了人家之后 人家玩命了跟他摔 最后把他给摔的盆骨 还哪骨啊骨折 在医院躺着去了 我说我去看你案子吧 他说不去 不用不用 这一下就过了 过了很久 到2022年的时候 我老想着他 我说你案子出来一块吃饭 我跟家家 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管他叫蓬蓬 他老是说鸡巴鸡巴傻逼 所以家家就给他画了一张画 一个大鸡巴 脸就是他 我发在上次的视频里了 后来他就说他难受 我们俩腾电话的时候 他就说他最近老拉肚子难受 说话有气不利的 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突然他给我打电话 说冬哥我也出不来 我在医院呢 我肚子难受 老拉肚子 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说我儿子打冰球 最近呢 我想让他多打点拳 完了我把他带你那去吧 完了你给打点折 我说那一定给你打折呀 最低的价格 我就给他便宜 他爱人带他儿子过来了 他儿子又高又爽 真不错 完了之后 带他儿子来了第三天吧 第三天 他媳妇给我发一个微信 说冬哥 朋友走了 我当时脑袋懵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癌症 肚子上长了一个海贱的癌 我说是很突然吗 他说其实原来就有瘤子 冬哥他跟你练的时候 16年15年的时候 他说他胳膊上做了一个手术 去了那个瘤 最后发展 发展到身体其他的部位 后来我才知道 我当时我还以为是玩笑呢 和这孙子胳膊上那个瘤 还真是到最后发展成这样 忘了之后 我当时他妈特别难受 我说合着这孩子 这孙子把他的孩子带过来 就算是脱孤了吧 让我逃带他孩子 我说那我说我当时心疼 哎呀别提多难受了 完了 我说我怎么去你们家这儿 他们家呢 他是穆斯林 所以呢 不能火葬就要土葬 完了应该是在昌平那边吧 等到到那边遗体的时候 你想什么 让我去 我说行 我说一帮兄弟哥们都要去的 这就是我的好哥们 就只说走就走了 这几年 我身边太多的人说走就走了 大家看我其他视频也能明白 我身边好多都是能打 或能愈怒的小伙子们 很难会出现这种疾病的 但是真是有 当然了包括我的家人们 我的亲人们也有走的 我特别难过 今天啊是彭梅的头七 我就是让他一路啊 走好 37岁 俩儿子 你说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家都有 我跟他吃饭的我还抱怨 操他妈的 我说被他妈封成这样 去哪都不让去 完了之后 还他妈说我反这反那 我说他妈在北京 我一傻逼老北京反什么呀 彭梦还是那经典的话 鸡把 那帮傻逼 我说对啊 但是没想到啊 我跟他的困难比起来 简直是小屋对仙杂屋了 说到这儿 我可能多说几句 有的人说 我这儿 谁在烧纸巾 东哥听说 那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被封了 大快人心 东哥你高兴吗 我说他因为什么封 你得让我知道 后来 我看好像是他说这个新疆问题 我说新疆问题啊 太他妈敏感 我徐晓东 在油管上我都不敢多说 我都不敢逼你 我他他妈的 可能啊 但对不起 我不能确定啊 如果因为这个傻逼的 莎士比亚 真的因为说了一些新疆啊 这个防控的政策问题 抱怨了一下 抱怨了一下 完了之后被封了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挺牛逼的 虽然我一直认为他是傻逼 他现在也是傻逼 但是因为做了这件事 算为老百姓说了话 被封 那我就算敬佩他 以后再骂的时候 他还得骂 他只要做错了就骂 但是 这件事 莎士比亚 是个爷们 我查了查 听说他是一个演员 姓安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 这一个人 莎士比亚 他这个言论 是他后台给他设计 让他念出来的 照本宣科 他就是个演员 表演出来的 还是说他真的内心 就这么说话 如果真的内心 就那么说话的话 我佩服他 算傻逼当中的 算是个爷们 算是爷们 你想想这司马南的傻逼 他妈都不敢说 因为新疆问题 我很喜欢新疆 我特别喜欢新疆 所以我有很多新疆的朋友 大家跟我说过 我不敢说 你们知道吗 我他们连油管 我都不敢说 我不敢 没有到莎士比亚 他妈的一个人真牛逼 所以今天我也跟大家说 我徐晓冬就这样的人 我一直骂这莎士比亚 我呼吁大家抵制他 去投诉他 但是这次 莎士比亚 如果 我说如果 如果是因为新疆的问题 被禁燃的话 我敬他是条汉子 我这没酒 有酒的话 我敬他是条汉子 而且我看了一下 这只是禁言 没有把他给封闭 所以 他将来还会发生 当然 他将来说傻逼话的时候 我照样骂他 但就这件事 他是个汉子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我不是一个 极端的人 就是极端反的人 或极端赞的人 极端舔的人 我都不是 我他妈的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相信真理 我是一个打拳的 打拳的就应该去真实 打得过就打得过 打不过就打不过 你这个打法就应该对 你这个打法就是骗人 你就应该实话实说出来 所以很多人说我变了 其实我什么都没变 我2017年打雷雷什么操 我现在还是什么操 只是说 因为这个操弹的社会 我变得有些圆滑了 我变得有些 稍微的懦弱了 但是 我也不想我哪天他妈的突发疾病没有了 我有两个孩子 所以有些时候 我真的理解 有些时候男人到了四十来岁的时候 什么叫上有老 下有小 我身边有不少 在 在警察朋友 还有公务员朋友 他们的认知都特别好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小冬 我们养家呀 我们糊口啊 我们有孩子养 有爸妈要看病 我们如果真的掏心窝子 掏什么做什么了 可能我们就得辞职 或者就得被辞职 那时候 谁他妈的照看我娘 谁他们养孩子 其实我说的真的 这是一个 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现实 就老百姓很多他们都明白 很多那些工作人员都明白 但是 现实啊 尤其是对我们四十来岁的人来说 你像我很多人说 东哥你多爽快呀 都知道了 你知道吗 我每天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打人和被打 基本被打 居多吧 因为我得带会员 我不能使劲打人家的 不能让人家受伤的 我也特别感谢会员们 那些买我课的人 那么喜欢我能支持我 所以呢 我也好好地教 我真的教了不错的好几个兄弟 水平蹭蹭地长 其实那就是我特别高兴的 我干的 其实我们就是白领 像这彭彭 他就是个健身房教练 他知道他那会儿就是癌症 但是他就想完成自己人生的梦想 他完成了 他虽然没拿到全国的冠军 拿到了亚军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完成了 他站在领脚台的那一刻 他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有些时候男人就应该去实现梦想嘛 对吗 我的梦想其实还有 我还想打比赛 我还想去拼杀 可是现在在中国的境内 他们不让我打比赛 我任何一个比赛 他们都会出现阻拦 我都很难过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运动生涯 跟蓬蓬一样 我也死了 就是我不服 你们知道吗 我就是不服 我43岁 但我觉得 我的人生还会继续 所以 我在纪念我好哥们儿蓬蓬的时候 我也会激励自己 有的人去了 但是他还在战斗 只是不在这里 有的人没去 他在这里 继续战斗 蓬蓬 走好 兄弟走好 在那边 等着我 等我他妈过去了 还陪你咋去 还陪你吃 那个找不着合适的酒家 吃那个破他妈的牛肉 面条 还可以一起跟你骂人 只不过你比我早到了那边一间 早晚我也会过了 最近我也看很多视频 很多被封在家里的视频 我真的没多少勇气去呼吁 有些时候我们活人 比死去的人还胆小 有些人有的也说 你他妈的那么怂逼 你干嘛不能豁着站出来 大声的骂一下 大声指责一下 我一回去看见 老婆孩子爸妈 看见孩子 就怂了 我朋友 你挺 挺牛逼的 你是爷们 你做了很多 你该做的事 等着我吧 等着我就行了 东哥早晚回来 而且你们记住了 冬哥会牛逼的过来 别别说 人生于世上 有记驳自己 多少有遗憾相传 今天夜离抱你 相伤良压守 有遗憾相传 有遗憾相传 在你我心里 今天这有暂遍 下早也定行聚首 总之物行会变 始终也持朋友 明儿离遗憾相传 只要是 你 花水 手中也 也 焦 有一个 年 有三月 世上 有几个 知己 何处 有人 难 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